一個吃不夠 兩個恰恰好 過去曾推出巧克力跟哈密瓜口味 主打當季草莓 儘管天氣轉良 業者也預估業績較夏天旺季 成長超過四成 他的份量比一般人 那個份量還要多很多 有點像那種韓國 就是他們會一支冰 然後兩個人吃的感覺 除了小七 雙麒麟大走懷舊風 全家則是靠口味來吸睛 跟連鎖火鍋店聯名 推出青花椒口味 在巧克力 牛奶口味 雙麒麟上 直接淋上焦麻油 讓人越吃 越上癮 冬天雙麒麟口味主打濃郁風 另外連鎖賣場 近期也推出厚巧克力口味冰淇淋 先前還曾推出過 wasabi口味 賣場超商紛紛出招 不放過冬天吃冰箱雞 三線新聞高官宣消耀民 臺北裁縫報導